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曾志祥 今天是10月1号 现在是下午的1点48分 那这个其实我也才刚刚收盘了 这个加券指数今天量缩 量缩到只有928亿 这成交量只有928亿 非常的量缩 那量缩 不一定是坏事情 但是呢 今天的这个量缩 其实你仔细稍微就算了 以最近当充率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这量 应该正常来说是更少 但是呢 我不认为这是重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因为这个也不是重点 这个也不是重点 也就是说 整个你所看到的大盘俏选指数 全部都不是重点 那个是虚的 所以就是虚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才就是真的 OTC指数才是台股 目前真正的长相 这才就是真的 这才就是真的 就像 就像 就像我朋友朋友跟我在聊 他说 我现在执政党 我说经济是20年来最好的状况 但是呢 满街 都是娃娃机店 包含各大热闹的夜市里面 都看得到 路上热闹的商圈里面 都看得到 主机出公布出来的 国民薪资所得平均水准 怎么会这么高 所以 这是虚的 真的是这样吗 近近是20年来最好的一次吗 台股上万点这么久 这是表面 你也可以 这个是指数 上市指数 表面 你也可以把主机出公布出来的 新制国民薪资所得水准 看成这个表面 20年来经济好的 最好的一年 表面 实际的状况 这个 实际 绝大部分人的平均薪资水准 这一个 路上满街 娃娃机店 这一个 这个才叫政党 那这跟股票市场有什么关系 当然息息相关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阿翔老师不是在批评 执政党还是什么 我们没有任何政党的色彩 只是我在这边是要告诉所有的投资朋友 我们要看的真正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不想看表面的东西 我们要看实际的东西 实际的东西是这一个 大阪交易指数 很假 所以实际的东西 这个时间点 今天亮出售后 距离月线 再用力一下去过 至少先动回去 那 这个角度你要从个股结果来看 现在市场气氛有越来越好转的现象 有陆续好转的现象 其中你从个股的结构你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的弱势股它其实陆续都在反 都已经开始 不管是跌制趋软也好 反复打底也好 或者是向上反弹也好 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子的市场气氛已经开始 今天是第四季的第一天 跟之前第三季完全截然不同 你来看 举几档最经典的案例 3673TPK 今天是上这个该买的时候 一开盘没多久你今天该买 你有听阿翔老师节目连线 盘中电话连线的时候你就知道 很漂亮 明天短线还有再上的空间 但是 仅限于先做短线 这就是阿翔老师所说的 反复震荡打底 反复来回操作 不是震荡打底 反复来回操作 架杀操作 3673TPK 再来 这一支我没有做过 双红 没有 我没有碰他 不过我举这档个股的例子 是要告诉各位什么 是要告诉各位 它也不算是很便宜的股票 不是那种几块钱的股票 他都能够亮灯 这表示业内的资金 或者是一些市场的一些阻力 他已经不是过去 啊 只敢去点火那种 挖几块钱的股票 连双红都能够点的上来 都能够亮灯 你看TPK 哇 跌了这么深的股票 都这样子 双红也这样子 再来你来看 文帽 也是过去跌跌不修的股票 今天也涨了4%多 也涨了4.09% 你慢慢的 剑破低 创新低之后 123456 第六个交易日 当然这些都先视为反弹 但是重点是 我们要表达给各位的意思就是 各股结构的气氛转变 各股结构的气氛转变 你再来看656的夜市 也是一样 今天也是第六天了 一样也是第六天 各位 破底创新低之后 六天不破底 然后往上来 当然你也是先 四天四为跌生盘 但是同样的 你必须要去很清楚的知道 各股气氛的多空转变 整体大盘气氛的多空转变 由过去的观望绝望到 想要继续放空追空 现在慢慢拉上来 就连这一档刻骨 二三二七的果去 今天收盘 你会发现这个 爆量再杀破底创新低 但是是小小的 对不对 小小的黑 他没有像之前一样 这么大的黑 好 你看哦 对照来对照一下 你看这一根 一样出量 往下管 黑死底黑这么大 对不对 那这一根也是 死底黑 多方抵抗 多方抵抗失败之后 再破底往下创 光光奋力一贯 破底创新低 你会发现越黑的越来越小 你听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 整个总结下来 那我们先给各位讲的结论 陆续有个股在跌升反弹 第四季的行情 慢慢现在我们看到的状况 比第三季好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要反复的价差操作 因为绝大部分股票 它是跌升反弹 跌升反弹股 你就是买黑 卖红 买黑卖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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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懂这个概念没有 先以这样子的角度 这个方式来做 等到后面行情真正好准 你要做大的 再来做大的 现阶段的节奏 买黑卖 架差操作 短线进出 好 那你来看 如果我们在于产业的区别 刚刚我们所谈到的是 弱氏股的陆续反弹 来我们来看 六十八八环球青 先最终六十八八的环球青 在平安收小小非常小的 这一条是二十六天的移动平均 二十天的 它是已经站上了 第五个 今天等于算是第五个交易日 第五个交易日 然后呢 这是六十八八的环球青 也慢慢开始涨 对不对 这是五十八圣的中美青 通上去之后 一根爆量场域 爆量上线 黑圈 黑圈 听了懂这个意思吗 它等于就是 短期均线月线已经陆续站上去 陆续站上去 整理 站上月线之后 整理整理整理 整理得以在上后 所以你看 当然这其中还有比 比这个 很多个股强的 这二六三六的台华 漂亮 这样今天我有去接 反正震荡油可以去买 不是黑了 就是震荡油下来的时候去买 这一支先买先转 也是短线 先做短线 所以整个总结下来就是要告诉各位 行情陆续 开始好转好转 陆续好转好转 但你现在在选股的一个方向 选股的一个重点 你先分清楚 哪些已经是陆续站稳 哪些还是在跌升反弹的格局 所以陆续站稳至少你要以月线的角度来评判 像短线是已经陆续站稳了 在这个月线的一个关卡陆续站稳 那接下来整理能够持续站稳 那更好 这是短线的部分 那被动元件呢 还没有站稳 还没有站稳 但是有一点点的好转 那像一些特定的跌升反弹股 平盖啊这些 都有陆续往上冲上来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情况陆续好转 陆续好转 掌握起困 所以节奏你先分清楚 节奏先分清楚 然后呢 你看了还有像这个 4943 你看 有没有发现 带亮黑下来下引线 攻反弹 再下来下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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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桩1234 打了这么多次的桩 攻上来 所以反弹还有攻坚 像这种也是做短线的 做短线 所以各位好朋友 机会它其实越来越多 多放的机会 我真正指的不是空放的机会 反而是多放的机会 越来越多 跟之前的情 环境啊气氛都完全开始截然不同 因为毕竟融资水费1500多亿 很可怜啊 真的很可怜 所以总结下来 陆续都开始有机会产生 哦 所以你接下来盘中如果亦有机会 嗯 这TPK 但这也是 我也是做短 不做长 像这个也是有机会 2636 像这个 也是有机会 这50% 这50%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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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线的机会 破断的机会 现在 但是我们以短线的角度 反复来回价差的策略来因应 哦 那如果说你也认同这样子的节奏 你想要在盘中及时一早 很早就收到哪一支股票 今天短线有机会 就像我们的短线班 很多只做一到两档 短线班 不做过段 就是做短线 最多做五天 三天不通就换掉 做五天是因为如果做到 那连续再长了 那当然是继续做 了解这个意思吗 短线班 一到两档 像我们短线班 现在都一直在这样做 像之前六一八二二二三 三十九块多买 四个十五块 或立下车 也是暴露了四五个 五六个交易 就是这样子 哦 所以我们回归整个重点 结论下来 结论下来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短线他还是有机会做的 六块钱呢 刚刚做合金就赚六块 如果说你也想要一早就收到 盘中最及时 今天什么股票 值得进场 当然我们不排除做当虫 隔日虫 不排除 因为短线班 哦 你可以先加入阿翔 一看到有机会 小老鼠 休息了T2330 一看到有机会 一早 在不影响会员朋友的权益之下 哦 通知大家一起上车 何乐而不为 哦 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我们祝各位操作顺利 谢谢